第五站第一題 更換前輪避震器 工作步驟一 使用機車引擎拖架放置於引擎正下方 頂起機車讓前輪懸空即可 工作步驟二 使用煞車螺帽踢杆板手 取下煞車調整螺帽 工作步驟三 拆下煞車拉桿固定螺絲 將煞車拉桿與煞車線分離 工作步驟四 拆除前煞車導線 工作步驟五 拆除煞車骨側 速度表導線 工作步驟六 使用十字起子 固定前輪軸 拆除前輪軸固定螺帽 拆除前輪軸固定螺帽 工作步驟七 放鬆左右 避震器下方 前輪軸固定螺帽 工作項目八 使用塑膠固定螺帽 使用塑膠固定螺帽 將前輪軸取出 工作項目九 取下前輪軸固定螺帽 取下前輪軸固定螺帽 須注意中間秤環及外側 秤環 須妥善放置 工作項目十 工作項目十 拆下前擋泥板 工作項目十一 將左右避震器 頂部螺栓 拆除 工作項目十二 放鬆左右避震器 底部螺栓 取下左右避震器 工作項目十三 塗抹些許黃油至 左右避震器油壓缸上 工作項目十四 裝回前避震器總成 避震器上有 煞車骨突原者 裝置於左側 工作項目十五 將避震器 頂部螺栓 用手鎖上 並將避震器 底部螺栓 鎖緊至廠家規定 扭力 2.0至2.5公斤米 工作項目十六 避震器 頂部螺栓 鎖緊至廠家規定 扭力 1.0至1.4公斤米 工作項目十七 裝上前擋泥板 工作項目十八 工作項目十八 裝回前輪總成 及中間秤套時 降下機車引擎脫架 並鎖緊 鎖緊 左右避震器 底部螺帽 工作項目 鎖緊 前輪軸螺帽 鎖緊至廠家規定扭力 6.0至8.0公斤米 工作項目 工作項目 21 裝回速度表導線 轉動前輪 檢查 檢查錄碼表 是否正常 工作項目 22 裝回 煞車導線 轉動前輪 裝回 煞車拉桿 並依廠家規定調整煞車自由間隙10-20mm 工作項目 23 轉動前輪 拉右煞車拉桿 檢查煞車作用 是否正常 工作項目 24 檢查左右避震器作用情形 是否漏油 或有異音 整理工作環境 將工具規定位 š 社交平台 整理工作環境 大賞車 民工具 使用